感恩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很感恩 各位观众朋友好 是 是因为最近 从2月26号开始吧 台北故宫借到一批很好的画 就是夏卡尔的作品 我不太知道国内一般的朋友 如果不是学美术 对夏卡尔的理解 可是我非常想介绍这位画家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一些他的 包括生平还有他的作品 他是白俄罗斯的犹太人 白俄罗斯我要特别解释一下 他是当然原来属于大俄罗斯的一部分 可是现在独立了 1992年以后 他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他在波兰跟乌克兰之间 所以他等于是大俄罗斯的范围当中 一个比较靠近西欧的地方 他可以接触到很多德国 法国的文化 所以这个地方的西化就比较特殊 在19世纪末 夏卡尔生在1887年的7月7号 他是犹太人 我们知道犹太人在欧洲是很受歧视的 他们有自己独立的社区 那要入学都要特别的许可 那我第一张给大家看的画片是 他19岁他的老师为他画了一张像 那这张像画得非常的意气风发 就是一个对艺术充满了梦想的一个年轻人 那在那种层层的限制当中 因为别人根本不准他学艺术 他爸爸是在菜场卖鱼的 那九个小孩 然后他是最小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家里 其实非常的穷困 所以我每次读夏卡尔的传记 我都觉得人很奇怪 客观环境这么差 可是因为他有一个美的那个梦想 他一直想做艺术家 他最后真的就往这条路上走 那19岁他这个老师也很疼他 就替他画了这张像 可是我们知道他的家乡 是在白俄罗斯一个小镇 叫维台普斯克 我想一般人大概都没有听过 是非常偏远的一个小镇 那我想大家在这个地图上 有时候可以看到这个白俄罗斯的位置 就是说我刚刚特别解释 就是说他是比较靠近波兰 德国 法国 所以他吸收到的西方文化比较多 所以夏卡尔虽然家里面很穷 然后他有他自己非常古老的 犹太的母体的文化 可是大概在他的环境当中 他了解了欧洲在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如果他20岁的话 已经到了20世纪初了 然后在法国当时发生了野兽派 马蒂斯的野兽派 强调颜色的强烈对比 1907年已经发生了 皮卡索的立体派 就把人的脸做很多分割的立体派 所以这种前卫运动 已经影响到了白俄罗斯 所以夏卡尔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知道说这么偏远的一个 维台普斯克的小孩 怎么会受到这么多西欧的影响 其实当时因为他刚好是 俄罗斯一个窗户 俄国当时还没有革命 还是一个很落后的状况 可是他已经呼吸到了 比较多的西欧的这种文化 那所以我们有一张图片 是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 维台普斯克有很多建筑 大概你一看就知道 它其实是延续了欧洲 比较中古世纪的风格下来 很巴洛克的这种建筑的形式 也可以知道说 维台普斯克虽然是一个村镇 可是其实它的文化并不低 所以夏卡尔在那边读艺术中学 受到的教育 他其实当时还有一点犹豫 所以我到底要学音乐 还是学美术 因为受到了很多很多的 这种不同文化的感染 那么我刚才有提到说 犹太人有他自己 很强的母体文化 他虽然没有国家 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建国 所以犹太人是一个流亡的民族 那么到处都受歧视 可犹太人又很相信 他自己原来的古老的文化 就是他们是用西伯来文 读古老的旧约圣经的 所以他们的信仰很强 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大家建议说 上一个世纪的6070百老会 美国百老会有很有名的一个歌舞剧 这个叫屋顶上的提琴手 里面那个很有名的 Sunrise Sunset那个歌 就是夏卡尔的背景故事 就是他们的民族一直相信 流亡当中会受迫害 会受歧视 可是在夜晚时刻 你孤独的时刻 你会听到屋顶上有一个小提琴的声音来安慰你 所以是他们的一个幻想里的神 就拉着小提琴来安慰大家 有点像我们民间的妈祖 就是你一孤独一受伤的时候 他就会来保护你 我觉得夏卡尔很特别 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下面我有点想跟大家提到说 他在1908年09年 他画的两张画 这两张画 如果我们看他画的椅子 房间的这一张 你立刻可以认得出来 他已经受到梵谷跟高庚的影响 所以这里面很特别 就是说在1908 这张画是1908年画的 那其实梵谷高庚在欧洲 知道的人也都还不多 也还没有那么高的名声 可是很奇怪 白俄罗斯夏卡尔 已经受到他们的影响 因为当时俄国 有一些做生意的人 跑到巴黎啊 德国做生意 那赚了一些钱 那也想买一些画 带回俄罗斯 那贵的他也买不起 那梵谷高庚 当时大概是最便宜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他们是有名的画家 所以他们就买了一批 所以有时候朋友去俄罗斯 我就会建议他们说 你一定要去普希金美术馆 里面有最好的梵谷 最好的高庚 最好的马蒂斯 最好的皮卡索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 我们就看到夏卡尔 受到很大的影响 十九岁的时候 他的老师就鼓励他去大城市 叫他去圣彼得堡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图片 圣彼得堡的这个大教堂 那我想这张图片的意思 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夏卡尔因为犹太人的 母体文化的背景 再加上到圣彼得堡 因为这个基督教是东正教 他跟我们现在一般讲的 民间的基督教不太一样 大家看到那个教堂上面 有洋葱头 金色的那个洋葱头 彩色斑斓 这些东西都对夏卡尔 后来画画发生很大的影响 那意思是说 俄罗斯的很多民间 充满童话个性的艺术风格 其实影响夏卡尔最大 所以不见得是学院 他其实当时也没有办法进到学院 因为学院对犹太人有限制 所以他就进到一个民间的画班 这个民间的画班的老师叫 巴克斯特 这个老师非常的有名 他当时有一个舞团叫 我在这里特别标志出来 翻译出来就是俄罗斯芭蕾舞团 那这个芭蕾舞团全部是俄罗斯人 可是他们后来在1910年的前后 他们就到了巴黎 在巴黎就非常的红 所以巴克斯特当时就被邀请 去替这个舞团画舞台布景的 所以他需要助手 他就把他的学生夏卡尔带到了巴黎 所以1911年 夏卡尔就跟这个巴克斯特这个老师 一起到了巴黎 所以有机会受到 最好的西欧文化的熏陶 这个时候他才23岁 那我特别要讲巴克斯特当时 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团画布景的 另外一个人就是赫赫有名的比卡索 所以这个舞团非常有名 我想大家知道 现在古典音乐里面最伟大的人物 像斯塔拉文斯基 斯塔拉文斯基当时就是 替春之祭礼写音乐的 那这个春之祭礼的舞蹈 就是这个舞团在跳 那他们最有名的一个舞 就是牧神的舞后 这个牧神舞后 这一张是当时的海报 巴克斯特画的 牧神舞后的海报 牧神舞后是 法国有名的诗人 马拉梅写了一首诗 后来这首诗被一个音乐家听到 就写了牧神舞后的序曲 就是德布希 然后这个音乐就被一个舞蹈家听到 就是倪晋斯基就把它变成了舞 所以它是西方二十世纪初文学 音乐舞蹈三个东西的景点 那这是巴克斯特当年为演出做的一个海报 你大概看到海报里面已经有很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 所以我特别要讲 就是说夏卡尔很幸运 他二十三岁跟这个老师到了巴黎 受到这种前卫运动的薰陶 每天看最好的舞蹈 听最好的音乐 看比加索的画 所以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他到巴黎以后的这个画风 很明显受到两个画派 就是刚刚提到的野兽派立体派的影响 我特别解释说野兽派就是讲究红绿对比 原色的对比强烈的色彩对比 他觉得绘画的颜色不一定要追求和谐 可以强烈对比 所以我们看到1912年这个时候夏卡尔在巴黎 他画了一张作品里面很强烈的红色跟绿色在做对比 那这个很明显一看你就知道是 马蒂斯的野兽派影响 另外如果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个画里面很多的几何形 比如说圆 比如说这种三角的切割 这个完全是1907年比加索的立体派的影响 所以两个大画派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他的身上受了影响 可是我觉得夏卡尔最了不起的 不只是他到了巴黎受到的这个前卫派的影响 我们看到1913年他在巴黎 他有点想家 他就想到他的祖母妈妈跟他讲的犹太人的童话故事 就是那个马车会飞起来的故事 他就画了一张非常充满梦幻的一张绘画 我觉得夏卡尔后来的成功是因为 他一直保有犹太民族在流亡苦难当中 那种民间童话神话之间的幻想性 所以很有趣就是大家都觉得夏卡尔是一个充满梦的画家 他的画里后来都很少画现实 都在画梦 他其实觉得梦是人最最美的东西 而且他觉得陶醉在梦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件事 因为有时候眼睛睁开看到的现实可能蛮痛苦的 那他就宁愿长久的沉醉在一个梦的这个世界 所以我想从这样的基础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夏卡尔的最早一张成名的作品 也是这次来到台湾很受到大家注意的一件作品 这张画的名字叫生日birthday 因为夏卡尔他在1913年就回到他的家乡维台普斯克 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叫贝拉 这个贝拉等于是未婚妻了 那在191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马上要结婚 那这一天是7月7号夏卡尔的生日 然后这个贝拉就带了一束花 然后做了蛋糕甜点就来看这个夏卡尔 然后这么美的一个女孩子家里很有钱 然后爱上一个穷画家 夏卡尔觉得简直是天上飞来的天使 因为贝拉的爸妈根本不准他跟夏卡尔来往 觉得这么穷的画家你将来一定是没有希望的 可是贝拉就不听他爸妈的话 带着花带了甜点每天去看夏卡尔 所以夏卡尔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 然后飞起来去亲吻这个贝拉的这张画 那这张画被认为说一生相信爱跟美的夏卡尔 他相信说人是可以飞起来的 我们的肉体很沉重飞不起来 可是我们心灵轻盈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飞起来的 所以这件作品现在在纽约的现代美术馆 这是1915年画的 我等一下要特别解释 这是来台湾的有一张 可能大家都辨认不出来 看起来跟这张一模一样 其实他是在1923年另外又画了一次 其实最早他画了一张草图 是一个素描 因为贝拉来看他带着花带了甜点 他就觉得整个人飞起来 就是我常常跟朋友建议是说 我去故宫看这张画 很多人说 我不会画这样的画 怎么飞起来 我说你回想一下你的一生 有没有一秒钟或一分钟 你曾经飞起来过 他们想想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 就是说曾经很开心过 可能得了奖 可能结婚的时刻 就是人生总有一个时刻 是可以飞起来很快乐 可是有时候我们一沉重就忘了 一忘了就掉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要提醒自己说 我曾经飞起来过 而且还可以再飞起来 我觉得就 面对现实的苦难就会比较有一个东西 让你可以度过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 大家知道1915年 夏卡尔画这张画的时候 1915年如果大家对历史熟悉 1914年爆发世界大战 所以他出不来 他本来要到巴黎 准备结完婚就带贝拉就到巴黎去 因为他所有的行李都留在巴黎 所以他只是回去结婚带太太去 可是出不来了 所以一直到1923年他才出来 因为这个大战打了四年 所以你知道大战的时候 人多么辛苦屠杀轰炸 结果他画了一张这样画 所以有人就要讲说 这个夏卡尔很奇怪 外面炮火连天 可他永远在画最美跟最可爱的事 而我的解释是说 这个犹太人其实一辈子都在受打击跟迫害 到最后如果他画迫害 他的一生画不完迫害 所以最后他不愿意画迫害 他就永远画最美的事 他再回巴黎的时候 他那个1915年那张画已经被他的画商 他委托他去保管 结果画商把他卖掉了 所以他又画了刚才那一张 就是1923年 所以等于是两张不同的生日 那后来他就处心积虑 他想离开他的故乡 维台普斯克是他最爱的家乡 可是他知道他不能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1917年发生了俄国的苏联的列宁大革命 俄国大革命 然后接下来到20年代就是斯大林的统治 很多艺术家文学学家被迫害 没有创作自由 像叶塞宁 玛雅克夫斯基全部都自杀 很多人就被逮捕 那夏卡岌岌岌可危 因为你是一个画梦的画家 梦的画家 你在那种文化革命的时代 你就别活下去了 所以他就准备要走 可是他又很爱他的家乡 他就画了这张 我跟我的家乡 就他就抱着他的 已经结婚的贝拉 然后两个人飞在空中去俯瞰 他们所爱的维台普斯克家乡 我要解释说 他们准备要走了 他们准备要逃亡 跑到巴黎去 可是在最后 他们某一个夜晚做梦 他飞起来要看家乡最后的一眼 这个家乡后来他再也没有回去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飞机起飞 我往底下看桃园 然后台湾越来越远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知道什么叫做故乡 就是故乡其实是你很眷恋的 因为我特别在网站上抓了一张 维台普斯克现在的图片 这个城非常的美 它有一条围台河 把它的城分割成两岸 那我想去过布拉格的人 去过布达佩斯的朋友都记得 这种中古世纪欧洲传流下来的老的城镇 因为被苏联统治 所以它比较没有动 没有受到现在高楼的这种影响 所以现在我们回去看围台普斯克 几乎还跟夏卡尔当年飞在空中看到的景象 非常的类似 他看到他自己的家乡 看到那种犹太人社区 看到犹太人的古老的教堂的屋顶 他觉得他再也回不来了 可是这个故乡将是他一生的梦 他要带着这个梦去流亡 他有两个梦是永远不愿意醒来的 一个是他结婚的那个梦 他爱的贝拉 一个是他故乡的梦 这两个梦后来一辈子跟着他到处流亡 他逃亡到了巴黎1923年 然后在巴黎法国人很爱他 很喜欢他 他得到了一个创作的自由 可是1930以后 德国纳粹起来了 然后又开始迫害犹太人 他又要开始逃亡 那法国人也无法保护他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他最后很奇怪 他就用他的梦 在对抗现实里面的巨大的苦难 我们大概都知道说 在纳粹统治欧洲的时候 犹太人被屠杀了有600万人 那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维才普斯克 有22万的犹太人 在战后的记录 剩下被屠杀 剩下只剩下183个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 死亡人数到什么程度 那夏卡尔当然知道 因为知道 所以他觉得 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故乡 这个故乡是回不去的故乡 而这个故乡是 生灵涂炭的故乡 最后他就在巴黎的异乡 在梦里面时时刻刻在 怀念他的故乡 画他的故乡 然后那个维才普斯克 变成一个永远忘不掉的画面 尤其是犹太人 每一天要去的那个教堂 然后到那里面 所有的痛苦好像都有 因为有信仰 所以他们可以化解掉 那个痛苦的这些作品 在他画里就一直出现 那这是我特别要用他来解释 作为20世纪的画家 夏卡尔非常特别 我常常拿他跟比卡索比较 比卡索从西班牙流亡到法国 然后他不喜欢西班牙当时的 法朗哥元帅的政权 因为是一个独裁政权 可是比卡索的每一张画都在攻击 法朗哥元帅 画给你卡 画那种人被屠杀的那种痛苦的样子 夏卡尔的画里从来看不到 我想这是两种面对生命的态度吧 有时候我跟朋友谈这个问题 没有结论 我只想说 是做比卡索比较幸福 还是说夏卡尔比较幸福 比卡索是很控诉性的 他觉得他要把一生看到的不正义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都描绘出来 夏卡尔觉得太痛苦了 那只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因为那个犹太人同胞被屠杀的状况 他再怎么去画也没有用 最后他就画爱跟美 所以我想有机会我们看他的画 你就会发现 爱情在他的画里重复出现 花朵重复出现 他的故乡的美好的那个梦 黎明的时候 攻击在提教的梦 都在他的梦里出来 这张画叫Moire Village 法文是我跟我的家乡 那他画了两次 一次是1911年 我们讲到1911年画的 后来很多都被人家随便卖掉 或者毁掉 所以1923年他到巴黎之后 他凭着他的记忆 又画了一次 那他怀念他的家乡 常常会看着一个母牛 然后所有的女人在清晨会去挤牛奶 然后男人会拿着镰刀到农田里耕作 其实后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 维台普斯科的村镇 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教堂 就是刚才那张图片的教堂 就是这是犹太人的信仰 然后他们常常手上会拿一个生命之术 就代表 其实生命之术 我到以色列才发现 就他们的家谱 他们的家谱 就是最早一个祖先 然后研分出来的这个家谱 所以这是他在巴黎的时候 第一次到巴黎 第二次到巴黎 他有乡愁 所以我们知道乡愁里面 故乡变成越来越美 可是越来越遥远 越来越回不去 可是那个故乡是生灵涂炭的 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告诉他说 这些拿着镰刀去上农田的 这些挤牛奶的女人 可能都死了 因为只剩下一百八三个人 可是他在努力的在画里面 希望他的故乡变成一个永恒的故乡 所以我想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乡愁 我们叫做Stagi这个字 是说乡愁会在你流亡当中 安慰你 鼓励你 让你度过苦难 所以到1941年 他再一次流亡 因为法国被占领 纳粹要迫害他 所以美国记者把他偷偷偷渡 到美国到纽约 所以他一次一次的流亡 所以我常常讲下卡 我用了一个名称叫做 带着梦流亡的画家 那幸好有这个梦 这个梦有点像他的一种药 好像在他最受伤跟孤独的时候 安慰了他 所以我想屋顶上的提琴手 那个歌舞剧 其实是他的故事 那也告诉犹太人说 你不管在现实里 碰到再大的痛苦 可是你要听得到 那个音乐的声音 屋顶上永远会有一个 安慰你的声音 那个歌声会让你觉得 这个苦难迟早还是会度过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这一次 在台湾展他的作品会一直到 包括台中的展览要到八月 那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 认识这个画家 我觉得不只是认识下卡 是认识下卡许诺给人世间的爱跟美 然后用这个爱来帮助自己 如果现实生活里真的有苦难 让他可以帮你度过 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意义 文言 我们上一次讲到夏卡尔 说他生在1887年的7月7号 那我们上一次 大概只讲到他的1923年 那这一段我稍微简单回忆一下 就是他在俄罗斯的犹太人 然后来到了巴黎 1911年到了巴黎 那1913他到了回他家乡 想把贝拉他的未婚妻结婚以后 就带到巴黎 那么在巴黎创作比较自由 就没想到就发生 1914的世界大战出不来了 那1918世界大战结束 可1917俄国又发生大革命 又出不来了 所以他就被选出来做俄国的 什么苏维埃的人民艺术委员会主席 所以你知道他多痛苦 因为他就要去 有点像那个什么安全局一样 去检查艺术家的作品 可是他是一个很崇尚艺术自由的人 所以23年他就逃亡出来 就跟他的贝拉妻子 就逃亡到巴黎 所以到巴黎以后 他其实有一段时间非常开心 可是我特别要讲就是说 这种流亡的艺术家 因为有一种乡愁 所以有一个符号在他画里 一直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 我们看到底下的屋顶好小 然后这个站在屋顶上的拉提琴的人 其实是一个梦幻里的人 因为我们人不可能站在这么小的一个屋顶上 所以意思是说 他有点像台湾民间的妈祖 就是你反正受苦的时候 他会来安慰你的那个力量 所以基本上原来犹太人相信是 你会听到那个琴声 那个琴声是一个哀伤的 有一点安慰你的力量 可是夏卡尔把它具象化成为一个图 所以后来百老会的这个 屋顶上提琴手的歌舞剧 就是按照他的图来编剧 变成了一个剧 那这个符号现在已经变成 全世界犹太人很大的安慰 那因为犹太人在战争期间 受很大的迫害 六百万人都被杀掉 所以这个符号就变得很重要 有点像我们的一个 贴在门口的符一样 就是觉得有那个你就保平安了 有点那样的意义 那我想台湾大家不太熟 可是我记得我们这个年龄 以前看屋顶上提琴手 我们就知道说原来犹太人 为什么这么在意 这个屋顶上的提琴手的符号 那么1923年他到了巴黎 我们看到这张画是他到巴黎以后 五年画出来非常幸福的一张画 那我们看到后面有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的广场上人在散步 然后他抱着自己所爱的妻子贝拉 我称这张画叫做惊魂普定 因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经过俄国大革命 经过逃亡 好不容易到巴黎 喘了一口气 这是第五年 大概第一年还不相信说 自己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 第五年他忽然觉得 窗户里都会有天使飞来 拿花给他们 所以这张画是我觉得 夏卡尔最幸福的一张画 可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讲 幸福的背后可能是很大的苦难 有时候人在幸福中 会有很多抱怨很奇怪 可是正在苦难当中的人 他会觉得他不愿意抱怨 因为觉得你 我觉夏卡尔有足够的理由 抱怨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俄国大革命逃亡 可是他画里全部没有 他回忆的东西像1930年 他还是抱着贝拉 已经结婚这么久了 15年过去还是抱着贝拉 而且贝拉送他的那一束花 就变成像烟火一样 满天都繁星的感觉 然后他永远把他自己 脸贴在贝拉的胸口 好像想听贝拉的心事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 在讨论夏卡尔 就是说这个夏卡尔好奇怪 永远陶醉在梦里面 可是我的解释说 我们要知道 他是一个流亡的异乡人 他在巴黎举目无亲 他只有这个太太 是俄罗斯一起逃出来的亲人 我觉得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你会觉得他贴得好紧 靠得好近 那个感觉 他这一次来台湾有一张画 是1934年画的贝拉 那我们知道夏卡尔很少 画这么写实的画 他通常受野兽派的 这种大红大绿的影响 要不然就是毕卡索的 立体派的切割 可是很奇怪 一个人画到自己最爱的人的时候 他忽然想用很细的手法 很写实地把这个贝拉画出来 我跟大家介绍过 贝拉是犹太社区 很富有的一个商人家庭的女儿 那家里反对他跟夏卡尔在一起 所以夏卡尔对贝拉的爱他 也很感谢 觉得他没有因为他穷 就看不起他 而跟他相依为命 所以他画了一个气质 非常高贵的一张贝拉 坐在那边 我觉得这个写实手法 我的解释是说 经过逃亡苦难之后 他想记得他所爱的人 每一个巨细迷一的细节 好像因为两个人相依为命 所以他觉得他的手指 他的皮肤的每一个细节 他都很认真的想去画它 那跟他平常画的那种 比较梦幻式的作品 就非常不一样 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 贝拉后来是在1944年去世 因为1934年他画贝拉的时候 其实纳粹已经在设集中营 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越来越严重 那开始画很多黄色的线 犹太人不准离开那个社区 接下来犹太人就要戴黄色 上面有星星的背章 大家看到新的乐名单 就是你走到什么地方 你都要受限制 接下来就送到集中营 然后被屠杀 所以夏卡尔一直不相信人会对一个人这么残酷 所以他一直不肯走 我们看到一直到巴黎沦陷 他都没有走 德军来了他还没有走 后来是一个美国记者说 你再不走你就要送进集中营 所以1941年他在逃亡 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画的一张画里面 叫做Solitude 孤独 他画了一个犹太的长老 抱着他们犹太人传家的一种经书 他们很重要的就是旧约圣经 他们交给孩子就是这个旧约圣经 然后我们会发现刚才讲的屋顶上的提琴手 现在不见了 是一个丢在那边没有人拉的提琴 意思是说犹太人在最大的苦难当中 已经听不到安慰他们的音乐的声音了 所以这张画是他表现苦难最深的一张画 可是我想大家还是看得出来 里面还是没有太 怎么讲写实的残酷 就很多人描写现实 就人怎么被杀 怎么被枪毙 他都没有 他还只是说 好像大家在想为什么我们会受苦 所以到1949年大战结束 他画了一个时钟 很大的时钟 这个时钟有个蓝色的翅膀 好像飞回来的一个天使 后面是他的家乡维台普斯克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六百万犹太人死掉 他自己家乡的二十二万犹太人死掉 然后他的太太贝拉死掉 所以我觉得这张画里面 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哀伤的调子 如果我们对比刚才他画的巴黎 那个暖色系那种幸福的感觉 这张画里面有一种很沉重跟忧郁的感觉 我们知道贝拉1944年死掉 犹太人的习惯 如果你最爱的人死掉 家里所有发亮的东西 全部要用布盖起来 所有的镜子都要蒙上黑布 所以那段时间他完全没有画画 所以等于他的创作的最低潮的时期 然后他一直有点沉溺在贝拉的回忆当中 那非常的痛苦 那大概到52年他后来再婚 娶了另外一个Vava 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一个犹太人 可是基本上他的梦里面一直是跟贝拉在一起的 我觉得这张画后面其实是维台普斯克的家乡跟教堂 然后他重复画红公鸡 我要解释因为这一次过宫有好多作品 大概有十几张里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红公鸡 那为什么是红公鸡 我想跟大家解释 就是他们在维台普斯克因为是农村 早上醒来的时候一定是被公鸡叫醒 然后他记得他跟贝拉刚结婚的时候 大概很恨那个公鸡 因为你抱着你的新婚的妻子 你就希望说天最好不要亮 然后公鸡不要叫 然后这一张画里那个公鸡回头再看这一对爱人 天上有一轮月亮 表示说我不叫 你们可以多睡一会儿 我觉得里面有一种很陶醉在梦里面 就是我想新婚的夫妻一定有这种感觉 因为那是你很留恋的时刻 就是我读《诗经》里面说 女约鸡鸣 誓约媚淡 那个女的在床上跟丈夫说鸡叫了 那誓约媚淡 丈夫就说没有 天还没亮 后来子星事业 明星有烂 我觉得这十六个字诗经的句子 讲的大概就是这种故事 所以其实夏特尔在怀念 回忆她跟贝拉的结婚 维台普斯克那个鸡叫的黎明 可以拖得很久 然后我称她为一个不愿意醒来的梦 一个不醒来的梦 有一点哀伤 可是大概也是一个祝福 就是说能够在梦里面 至少还有一种安慰 所以到七零年代以后 我们看到夏特尔距离贝拉的死亡 已经三十年过去 她的色彩重新开始漂亮起来 那巴黎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 给了她最大的安全感 所以她后来1941年逃到纽约 一直到48年 纽约的人对她非常的好 给她很好的条件 她卖画也卖得很好 可是她还是回到巴黎 因为她觉得巴黎是一个 给予创作最自由的地方 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皮卡索从西班牙在巴黎画画 长玉从中国去巴黎画画 然后日本的藤田辞子 从日本到巴黎画画 莫迪格里安尼从意大利到巴黎画画 其实巴黎画派 我一直解释大家说 这么美的画 其实是因为巴黎是一个自由的城市 它没有几个画家是法国人 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是一个平台 要喜欢美的人都来我这里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次来台湾的 这一个红色的花束 她用了非常非常暖洋洋的红色 去做整个画面的布局 然后隐隐约约的贝拉 在这个画面的背后 所以其实贝拉是她 永远忘不掉的一个爱情 因为通过苦难的爱情 真的是不一样 第二任的妻子Vava 后来其实继承了她很多很多的画 然后她的画价已经高得不得了 我觉得感情的单纯性 也许没有像跟贝拉在一起 那样的状况 尤其贝拉 我们讲过她是非常富有家庭的女孩子 可是她爱上一个这么穷的画家 他们是两个度过苦难的 我觉得那种相依为命的感觉很不一样 所以这一次来台湾有一张画 我特别推荐大家看叫夫妇 这张画藏在日本 是她跟贝拉的结婚的回忆 你看贝拉已经死了三十几年 她们距离结婚已经六十年过去了 她还在回忆她的婚姻 然后后面是拉着小提琴的提琴手 然后有维台普斯克的家人亲戚 然后这边有一条路是越来越远 这是已经到了她八十几岁快九十岁画的画 我觉得她有一点在画 生命里面有些东西在慢慢褪色了 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好像越来越远 她已经回不去 然后可是贝拉还很近 贝拉就在她的身边 永远不离开她 所以这张画我觉得 如果大家去故宫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台湾叫做牵手的这个 其实意义很不一样 那个坎秋是 因为有肉体上 触觉上的体贴在里面 所以那个怀念是很深的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能够看到 东京国立美术馆这张夫妇能够来 是非常难的一件作品 那下面我有点想跟大家介绍 就是夏卡尔后来一直活到九十八岁 1985年才去世 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 一个受过这么多苦难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国大革命逃亡 两次逃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 犹太人被迫害 他可以活到九十八岁 我觉得没有梦 大概不可能活到这么老 而且活到这么老 还充满美好的幻想 永远给世界都是好看的东西 不是痛苦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大画家 那下面我就有一点想介绍说 他后来因为画卖得很贵很贵 我们知道去年在香港 他有一件作品拍卖 去年10月 2010年的10月 在香港拍卖 卖到12亿台币 所以他的画家是惊人的 可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他后来去做很多 可能在拍卖市场上 不会卖得很贵的作品 像陶瓷 这件作品是陶瓷的作品 他就捏陶 他有点回到孩子 有点回到工匠 他觉得年轻的时候 我就替一个舞台做布景 我也不拿多少钱 那艺术的创作制作里面 其实有一种快乐 我不见得是要为了那个12亿 我才要画画 所以下面我有点想给大家看 他属于 夏卡尔比较属于工匠的部分 我觉得工匠听起来是一个很低悲的角色 可是我觉得工匠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的本质 就是我们把一个桌子做好 我们把一个椅子做好 我们把一个碗做好 都是工匠 我觉得夏卡尔最了不起 就是后来的画家可以动辄都是上意 可是他后来替很多的民间的这些家庭 或者是教堂 或者育幼院 做很多工艺的东西 比如说他这次来台湾 有一个作品是屏风 屏风是日本放在家里做隔间的 就四个屏 那他看到日本人在家里放屏风 他就觉得很有趣 那日本人也在屏风上画画 其实中国人也在屏风上画画 他就觉得那我可以试试看 怎么样在屏风里画画 然后就把这个屏风放在家里 变成一个家里的摆饰的空间 或者隔间的空间 那这个部分我就觉得 我提醒很多朋友去故宫 看到这件作品的时候注意一下 夏卡尔其实回来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工匠 那意思说也许我们家里面 我们今天住在台湾 也可能做一个合适的房间 然后有拉门 你也可以自己在他们画一画画 夏卡尔有点提醒说 你干嘛花十二亿买我的作品 你自己也可以创作 我觉得他其实有意在 当然就是说画架吵得那么高 也不是他能控制 可是他有一部分一直提醒大家说 你回来做一个很简单 爱美 爱艺术的人 他并没有那么难 所以这件作品几乎像一个素描 窗户外面有艾菲尔铁塔 然后他自己家里面的家具 上面的猫狗 然后他跟贝拉飞在空中 他永远跟贝拉都飞在空中 就贝拉已经死了很久了 可是他觉得他跟贝拉永远是可以 趁着歌声的翅膀在空中飞翔的那种 就因为心灵的轻盈 所以我觉得好像苦难对他都不是一回事了 那下面我特别要跟大家介绍 他在三个地方 在瑞士 在德国 在法国 三个教堂做的玻璃花窗 我们知道玻璃花窗是欧洲的教堂里面的 一种民间的工艺 就是把玻璃做彩色的染色 然后来拼土 拼出很美的这种故事 那过去他们当然都拼基督教的圣经 那夏卡尔就用它来拼出很多童话的 很美的故事 那这种东西等于是为信仰去做的 那犹太人自己的老教堂里 也常常有玻璃花窗 那玻璃花窗不只是色彩 其实有时候我们从画面看得出来 因为阳光穿透玻璃的色彩 会发生像宝石一样的这种光 那夏卡尔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他觉得这个东西比画还要美 他觉得进到一个信仰的空间 如果那个信仰的空间里面有光 其实那里面的色彩是特别美的 所以我特别用这三个教堂的作品 要跟大家解释说 夏卡尔还是给自己留了一个 不为了赚钱而去做的事情 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说我一直解释说 在工商业的社会来临 消费的社会来临 其实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作品 被人家卖到多贵 可是你要回来有一部分 是自己快乐的事 所以我特别把它做的这个 彩色玻璃放大 你可以看到这些玻璃 它是用签去框起来的 每一个签框起来的玻璃 都是很小一块一块 大概不到我的手长大 所以夏卡尔必须用剪刀 一个个去剪 有点像台湾做庙宇的 那个剪烟的工匠一样 去剪然后去染色彩 然后去拼出他喜欢的 那些神话故事的图像 就是让人进到教堂里面 忽然觉得好像有一个梦想空间 那我不晓得这个能不能解释 就是说这个已经到八十岁 九十岁的老画家 他其实一直觉得 美最重要还是要在生活里面 去安慰所有的人 特别是经过这么多的 战争苦难的一个艺术家 我想很少艺术家经历 两次世界大战 经历这么大的屠杀 而且是自己同胞的屠杀 就是犹太人的六百万的屠杀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觉得梦想太重要了 我觉得有点像卡尔维诺讲说 他那个时候写二十世纪 最后一年写了那个 许诺给下一个太平盛世的几件事 他说人一定要有梦想 他说人如果没有梦想 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世纪 就是他觉得太平快乐 都跟梦想有关 就是你不能放弃梦想 因为梦想是希望 在越大的苦难当中 那个梦想越重要 因为它会带你飞起来 去飞过那些痛苦的那些画面 所以我觉得这次下卡 很明显用他一声许诺给我们 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为什么可以 一次一次度过难关 包括个人的最爱的贝拉的去世 亲人的死亡 包括同胞的六百万的屠杀 他都度过了 因为他有梦想 所以有时候我到欧洲 我到这些教堂 看到他做的这些彩色玻璃花窗 我忽然觉得很感动 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里 有时候受一点点小小的痛苦 我们就会很多抱怨 那我觉得下卡尔的了不起 你几乎我们两集看下来 在九十八岁的生命里 看不到几张画里面有抱怨 他最大的痛苦只说我孤独 好像安慰我的声音不见了 可是他也没有抱怨 因为他大概觉得抱怨 其实是最没有用的 因为抱怨对所有的现实 最不能够改善 只是徒增心里的烦恼而已 所以下面我们看到 我用了一张照片 是九十几岁的夏卡尔 爬在地上画他的大壁画 因为那个时候 巴黎有一个老歌剧院 歌剧院的那个屋顶 要找一个画家去画这个天篷 那那个屋顶是大的不得了的 我们在巴黎听歌剧的时候 朋友就说我买好票了 七点半开演 可是你一定要六点半到 因为我们要去看夏卡尔的 屋顶上的那个壁画 那他的作品是最适合 跟表演艺术在一起 因为你抬头看那个屋顶的时候 你觉得真是人类最美的东西 都在上面 每一个动物都在吹乐器 然后所有动物都在跳舞 那就是他做的这种大壁画 然后人类永远彼此拥抱 相爱依靠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 其实他有两个伟大作品 一个是纽约的 大歌剧院的天篷壁画 一个是巴黎的天篷壁画 所以这种公共艺术 就是每个人去看歌剧 之前会看到的壁画 他就大量的去做制作 所以我想我们用这些东西 来做下咖的结尾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了解到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其实是回来做很平凡的人 他在现实里做一个碗 做一个屋子里面的花窗玻璃 画一个壁画 都在让生活做改善 所以最后一件作品 我停留在这个老画家的 九十岁的手 他的手在为儿童 做一个绘本插图 那这本书印刷出来 就是给孩子看的 那夏卡尔这个画家 不会觉得说 他一定要去画 那个赚十二亿的画 他会觉得我做一个 给儿童读的书 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 我希望用他来做 我们今天介绍 夏卡尔的据点 我也希望大家去故宫 看这个伟大的画家的时候 那不会只是炒作说 他的画家多高多高 而是注意他 从1887年诞生 到1895年去世的 98年生命当中 如何用爱跟美 做给人类最大最大的祝福 而我们越在生活的 苦难的现实当中 我们大概越需要 这样的祝福 所以这是我一直 对夏卡尔致敬的地方 我也觉得 对这样一个老画家的 一种感谢 法国后来 给他设了一个 夏卡尔纪念馆 也是觉得说 这个一生受苦难的画家 能够以巴黎做他的第二故乡 也觉得很荣耀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 大概慢慢可以放开胸怀 人类将来一定是一个世界村 那辐射不会只在一个地方 他会到处走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 苦难只是那个地方的苦难 那夏卡尔他去分担了 所有人类共同苦难的 这个普世价值 我觉得应该是这次展览里面 最有意义的部分 感谢大家